大家好 我叫袁帅 今年26岁来自北京 我是工作室一名职业造型师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虽然没有一个宽阔的臂膀 但是我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谢谢 多吃点也都不怕 别哭了 有我爱你 你这字是专门要写给一个人的吗 对 好了 那今天有才艺展示吗 有的 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 我的温注定温不到最爱的人 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 总扬夜落的不可能 难道爱情可以争交给别人的命运 注定温不到最爱的人 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 你是我不该爱的人 谢谢 来 有请 好 来看一下 袁帅喜欢的女嘉宾会是情号 好 来 各位女嘉宾收听一下 男嘉宾你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四条眉毛 陆小凤 真的 这怎么说呢 你这个胡子就是我看了就 对 我看你这个法式 我也想到了一个人 对 就女版孙悟空 人家都说我是女神好不好 这个都走进上的东西 男嘉宾长得特别像 画了胡子的张一山 你这个胡子是真的吗 还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有人说过我像张一山 但是这个胡子是千真万确的 可以让两位老师帮大家验证一下 男嘉宾你好 不知道为什么 你给我的感觉不太像造型 是还是像魔术师 谢谢 我还在等着它能变出来个什么呢 男嘉宾你好 我这样看过去 感觉你的眉毛好浓啊 有点蜡笔小新的味道 对 然后还有一点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现在说 就是刚才不是你吹Sax的时候 那个马明把位子让给你了吗 你过来看见他的时候 眼神居然是有那种 不舍得他站的感觉 不知道我看的是不是对啊 是对的 但是如果换成你把凳子让给我 我也会看着你有种不舍 有种可怜的感觉 对 谢谢 真会说话 看见吴冲林又喜欢另外类型了 对 来 继续看一下男嘉宾的VCR 我叫袁帅 今年26岁来自北京 然后我的老家呢 是雷锋的第二故乡 辽宁古城 职业呢 是一名资深的造型师 平时工作比较忙吧 然后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处理自己的感情 然后跟我相依为命呢 其实就是我的手机 还有我的iPad 我会经常翻阅一些 比较新的一些 Fansion Show啊 然后看一些新的一些图片 然后去丰富我的 自己的一些新的知识 平时喜欢听歌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音箱 然后放上我喜欢听的歌曲 这样呢 一天的经历就会很充足 我也希望我喜欢的女孩 能够和我一样 然后有比较开朗的性格 然后比较大方一些 然后对家人非常好笑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原来你们俩 你们俩还假装不认识 背着我们干了什么 没干啥呀 来 搬开两张副特牌 袁帅竟然是冬天造型的 形象设计出身 现在是著名的新锐造型师 年薪三十万还要多 男嘉宾你好 在场所有女嘉宾都是最白的 就我最黑 我还有救吗 我觉得黑没有什么不好啊 我觉得黑是你的特点 而且黑得特别健康 还有人去花钱去晒灯晒黑 对 我觉得你黑的是蛮氧气的 谢谢 男嘉宾 你那个既然是造型师 你有什么化妆设备吗 当然有了呀 陪伴我的满世界的 跑的一个大箱子 箱子都有什么 那我还有带来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每天都拎着它吗 对 里面有些啥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都是化妆包 各种各样的化妆包 对 怎么要那么多化妆包呢 一个人化妆用不了那么多东西 对啊 我可以简单地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刷子啊 就有好多支 大大小小的 对 既然说咱们就把这个也打开看 看有多少底妆液 哇 对 就是不同的妆前隔离啊 然后粉底液啊 这是啥一个小杯子 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今天给三个人化妆 但是三个人的肤色都不一样 但是我要把它调成最适合你的肤色 所以要把几种粉底液混在一个杯子里 把它调适一下 对 这个蛮细致的了 这也让观众啊 知道一个职业造型师 每天要多么辛苦地背着多少东西 对 谢谢 男嘉宾 既然你是造型师 你平时会练手的灵活度吗 会练的 但是在练手灵活度的时候 我发现我有一个特别牛叉的一个技巧 嗯 说说看 其实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下 双手靠背 可不可以够住到这里 哎呀 你这算什么 来 还没完事呢 好 没完事 来来来来 你这个也赶来展示 对 接下来呢 就是要把这个套到头前面去 哦 这个呢可能不行了 哦 这个没人会 这个没人做得到 这厉害 你刚才那个我们能做得到 这个做不到 这太厉害了 谁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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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 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是男嘉宾骨头柔软吧 呃 其实我骨头现在还挺硬的 但是这也就是我的一个 对 绝技 他说呢自己啊 从小爱唱歌 这个机会呢 总在绝境中 他认为人帅好办事 闻香是可以试人的 陈嘉宾 问一下 机会在绝境中 是在过去的经历当中 有碰到过什么 绝处逢生的事情吗 给你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我在中田造型 刚毕业的时候嘛 毕业那天 呃 天很蓝 然后我从学校拿到了毕业证 但是我心里是特别灰的 因为毕业了就等于失业了嘛 然后我就灰溜溜地走啊走啊走啊走 正好马路对面就是一个神奇百货 然后我就下去逛了一下 我就想说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化妆品 逛完之后我觉得好贵啊 然后我也没有买 但是呢 我就跟那个售货员 我跟他说 请问你们品牌 现在还有没有在造裁装师 他说那有简历吗 哎 我说刚好在学校 就是剩了两份简历 然后就把那个简历 递给了那个售货员 然后那个售货员说 哎 那你之前是在酒吧唱过歌 我都对的啊 我说以前可能在酒吧 有过一段助唱的经历 他说哎 那我现在在后海酒吧唱歌 那你有没有兴趣 晚上跟我去试一下 我说好 然后就这样晚上跟他去酒吧 然后就面试成功了 等过了三天之后 这个品牌也给我打了电话 那这个营业员是你的贵人啊 又让你找到助唱 又让你找到化妆师的工作 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我就这样去面试 就成了裁装师 就找到了我的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你后来好好谢谢人家了没 当然啊 我们现在一直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来为男嘉宾投票 三 二 一 请选分 好 刚才后两张不可怀 原生有谈过三次恋爱 曾经有一次悲催的四角关系 曾经为情而挣扎 他是觉得可能我不够浪漫 男嘉宾 一般恋爱顶多就三角关系 你这四角关系太复杂了吧 什么情况啊 跟你打一个比方吗 我也不怕我妈看了 就是好比这是我的现任 然后这个空气呢 是我的前任 然后呢 我跟我的前任 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天呢 他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就是我 对 原来出来那个 我们一起出来吃个饭吧 正好你也有一个女朋友了 然后我们就出来吃个饭 爱吃饭 然后吃完了就过去了呀 就没有想太多嘛 等到过了一段时间 嗯 在一起了 哦 这样啊 哦 花样年华 天哪 对 那是够悲情的 对 前女友的男朋友喜欢 她是现代的女朋友 你朋友 对 然后但是我由于就是 深爱着她嘛 所以一直没有放弃 哎 控制不住感情 那我想关心 后来你的前女友的男友 和你的当时的女朋友 怎么样了 发展了 最后她俩也是不了了之 因为她又看上了 她的前 哎 我也搞不清楚 什么邏輯关系 这是你们东北话吧 对东北话 不喜欢梗 对 梗 梗 梗 窍 窍的女生 对 窍窍的 喜欢饱满的脸庞 爽朗的性格 这梗 梗 窍 我都没看懂 我也不太懂 啥意思 这个梗呢就是 用一个吃的东西来形容嘛 就是好比是萝卜 或者是那个牛板筋 它是怎么都嚼不烂 嚼很长时间才能嚼烂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就拿一个锥子 我扎你一下 哎 不输血 对 或者是 我知道了 对 就那种特别钝的刀啊 对 对 窍呢 窍是啥意思 窍就是外姓张扬 张扬到了极致 明白了 对 张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的那一箱的东西 应该比我这辈子 要买的化妆品还要多 那你会接受一个 就是你以后的女朋友 出门不化妆 然后也不喷香水 不整理发型吗 不能接受 我可以接受女孩子 出门化淡妆 或者是 就是稍微有一些修饰 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的女朋友 烹头垢面的 无休蝙蝠的那种 邋了邋遢的 就跟我一块出门 她自己出门 我也是不允许的 你知道谭惠 为什么问这问题吗 因为人家为她这个 天生丽质感到焦 谭惠说我出门 基本都不化妆 就跟化妆一样 你看 不会到烹头垢面那种情况来 基本的整洁得有 对对对 但是不用化妆 只是不会化妆 然后也不会喷香水 其他的都还好 好了 我们来为男嘉宾投票 如果想支持她 继续选择她的话 请为她留一张扑克牌 三 二 一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你想了解哪个女嘉宾 因为我是造型师 化妆师 我有一个请求 这一次我想 卸两个女孩子的妆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两个女孩子 真正的素颜是什么样 人也得让你卸 你卸谁的 我想卸一下 传说中素颜女神 谭惠 对 谭惠的 然后还有一个 是三号女嘉宾的 唐玲 对 女版悟空 这我为什么要跟你卸呢 那为了公平期间 那你也卸一下 你脸上的东西吧 你把哥哥的胡子给卸 然后如果不愿意 对 如果不愿意 我不会强迫你的 不是 说你呢 你是要跟我等价交换是吗 对 我把胡子刮了 你就把它装卸了 对吗 那我就卸 比起她剃的胡子 我更想看你们卸了妆 你真剃啊 真剃 这留好几天呢 为了刮她的胡子 我拼了 真刮了 太爽气了 东北爷们可以的 对 对 我们也看看她的 去的胡子以后 项目有什么变化 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胡子还挺肃静的 你发现 对 很帅的 多干净啊 小伙儿 算明是一小男孩 被得扮成阿凡提 对 好 我真的 我真的 开始你该下毒手了 来 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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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谢一下素颜女士 我们也学习一下怎么卸妆 卸妆呢 你的手就是要缠到这个两拨手指上 原来这个卸妆这么讲究的 对 我在家里就卸妆了以后 直接铺上去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 很爽气的 如果说十二位女孩子 妆全部都卸了 让我跟洛老师等一个小时 我们也愿意 我愿意 好了 好 所以说我们白点挑一女嘉宾 还真的是经得住卸妆的 对 你看到吗 不管怎么样挑了两位 整个卸了妆面之后 你还是觉得美女 对吧还是不错 真的真的真的 也出铺了我的意料 因为毕竟是录节目嘛 对 妆一定会有 而且不一定很薄 但是戏完妆之后 真的我们白里挑一的女孩子 还真的是经得起考验 那绝对是的 对 而皮肤质感也好 对 对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美女的牺牲 谢谢 好的 来 有什么不接受的 请提出 第一点 马鸣请翻牌 马鸣请翻牌 对 你那么讨厌的马鸣这个人是吧 马鸣早翻牌了 哦 那就OK了 下面还有要求吗 第二个要求就是不能接受我每天都扎在女孩堆里的 天天工作 因为都是模特艺人 然后编辑啊 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吧 这有点讨厌 对 这个不能接受的这个的 大家可以翻牌 这是事实 真的是扎在女孩堆里 对 因为我每天都是这样的 嗯 哦 有人不接受 看到吗 那还有一位为他留牌的 我们要问一下 你是真心选的 不用了 谢谢 哦 也翻牌啊 对 请翻牌 弟弟 没了 这就是你要的结局啊 那你来干嘛 我只为了一个人来 洛老师我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 是这个人吗 对 那这矛盾啊 那你为什么刚才要提出那样的奇怪的一个要求呢 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 因为自己一直都是在外闯贫在外闯当 然后都是自己去争取幸福 争取工作 自己去努力的去争取所有的事情 而且我不希望女生主动来争取我的幸福 对 然后现在从零开始去追求一个女孩 对 是吗 好 有请16号 妈铭 你好 妈铭 男嘉宾 你好 刚刚在化妆间已经偶遇了 是 然后今天确实挺意外的 因为就是帮那个男嘉宾录个VCR 你不觉得是缘分吗 等于是今天马铭的妆是由她来画的 我是给她修整了一下 对 因为从之前看你的谁能白脸挑衣呢 我就一直都在关注你 因为你是在众多美女当中吸引我的一个 虽然你长的不是那种美当然的经验 但是你的五官还有身上的这种北方女孩的气质 是深的打动了我 让我觉得你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那种女孩 我不希望女孩瘦得像白骨精一样 我也不希望女孩长得像蛇精一样 我就喜欢这种浑然天成的 然后你是山东人吧 对 我有一般血统也是山东的 因为我的姥姥和我的姥爷是 从山东闯关东那会来到了东北 生下了我的妈妈 所以我一般的血统是山东的 而且我觉得在吃东西上面或者是生活习性上 也是会比较相像 而且你也是在北京 我也是在北京 我不喜欢异地点 我只希望能够天天都能看到我喜欢的人 你是华谊的经纪人 我是造型师 我们在工作上也会有很多的交流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跟我 跟我回家 回北京 然后我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 有礼物 对 这个礼物是一个欠条 因为来之前我是想送你一支口红 就是因为我来前一天我也都在工作 工作到将近两点嘛 就没有时间去买了 但是我准备了一个欠条 然后呢这个欠条呢就是送给你的 然后那支口红呢虽然现在没有 但是我可以先给你涂上一个颜色 是我喜欢的颜色 是我希望能够以后跟你一起约会啊 然后一起看店一起逛街 你都可以涂着这个口红的颜色跟我一起 然后我现在可以帮你涂这个口红吗 同意吗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给你同意 八七 写的什么内容啊 可以念给我们听听吗 马铭女士 眉头脑先生欠您一支崭新的唇膏 请于2014年1月30日除夕夜间本先生领取 此为欠条 原帅2014年1月17日 那就是相约过年的一个邀请啊 对 就是我想过年带你回家见我的父母 这过年就回家看父母家了 我为你涂上这个颜色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永远不归绝 我每分每秒每人每夜 每月我都为你挑选 好漂亮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选这个颜色吗 为什么呀 大家有没有觉得她涂完这个颜色之后 会增加一些气场 也会让气色马上变得更加好一些 对 有点那个意思 对 因为我觉得 马明在我之前就是可能看节目的时候 你跟你的心动男生表白的时候 我觉得 你为他哭的时候我特别的心疼 就你为什么要为别人改变呢 我觉得你不要为任何人去改变 因为爱情是两个人一起经营的 你为他改变了就失去了原有的本质 我觉得你还是要做你的自己 做你要有自信的马明 我希望我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能够让你自信满满的 每天的微笑的去生活去工作 马明是我在这个舞台上 介绍女孩当中 脾气特别好的一个人 他从来不跟别人急 他如果有一些难受的时候 他只会自己默默去流泪 对 今天有这么一男生站在里面前 你看给你做了很多事 你愿不愿意今天跟他牵手 我跟老师刚才说 他有很多化妆师身上特有那种温柔 但是他又比他们多了一份霸气 你承认吧 我还想告诉你 今天本身我不是要穿这件衣服的 就是为了配他 因为我来的之前我是选了一身套装 但是我在化妆间看到他的时候 我改变了主意 我要跟你这样牵手 你可不可以留下一个蠢印 你当做你的对我的这个 你当印章啊 对 就是印章 爱的印记 那这样 如果马明 你愿意把这个印章印上去 就代表你今天愿意跟他牵手 如果你不愿意把这个印章印上去 把这个原纸缓坏 马明 马明 我今天就是为你而来 留下一个蠢印 可不可以留下一个蠢印 当做你的对我的这个 你当印章啊 对 就是印章 爱的印记 那这样 如果马明 你愿意把这个印章印上去 就代表你今天愿意跟他牵手 如果你不愿意把这个印章印上去 把这个原纸缓坏 换你 没记得我多一点 多爱一点 只求永恒永坠 就随着你 就随着你笑的 来 来 如果我想你可能可以 你要给女孩一点思考的空间 我觉得你不用考虑了 因为 我们就是天照的一对地色的一首 你如果看到我的 我不在乎 我已经看到你之前的一些 就是 在节目上的一些表现 然后你生活中的样子 我有关注你的微博是偷偷的 然后我也知道你是天秤座 我也是天秤座 然后我也知道 你的皮肤可能会一年四季都会有的时候 过敏会启动 但是我会好好地用心地去呵护你 让你的皮肤变得水嫩水嫩 我会跟人家 我休息一下 你感冒的一人 对人一人 那会想冒冷几多 一人一人 一人一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回家 回北京 男女嘉宾将走的 由天窝茶庄碳烧奶茶 提供的价值 4999元的旅行卡一张 以及由碳烧奶茶 提货卡两张 还有由金伯利钻石 提供的钻石对戒一对 以及黄轩喜庆甘红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再见 不拔货 还各位感谢天窝碳烧奶茶 对白领超一的独家冠名 也要感谢金伯利钻戒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精美礼品 以及黄轩 法国喜庆甘红 所给我们提供的精美礼品 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呢 您可以在每周五的晚上 滚光卫视收看白领超一 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